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动现场正式揭晓了2019年10位最美医生和一个最美团队 其中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全荣获2019年最美医生称号 王全所在的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每年接诊全国各地化儿近20万人次 抢救极微重症化儿超过2万人次 几乎每一天王全和他的团队都在争分夺秒 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紧急救护 为兵于绝境的患儿争得生的希望 这里是中国最忙碌的儿童医院急诊科 每年有超2万人次的抢救危急重症化儿的急救工作量 王全就是这个急诊科的主任 生死急救就是他和团队成员每天要面临的日常工作 早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的急诊观察室里 急诊科主任王全正在对每个经历了急救以后 暂时留官的患儿进行查房 没有人会想象得出 这些看上去可爱正常的孩子 都是急诊科的医护人员 从死神手中拼抢过来的生命 即使是急救结束 他们也要对孩子做细致入微的诊疗和观察 因为王全和急救团队的每个成员都很清楚 平静之下 也许就会发生突如其来的挑战 他们的工作 就是一场又一场与死神分秒必争的博弈 这位被急救的是三月龄大的女孩 集中评分是五分 七碗插管是外院带来的是吗 是的 插了有二十个天 然后这个是他的病情介绍 你拿准备空的 准备套管针 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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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紧了 你让人把套管针出来 多拿几个套管针过来 不行 压力太大了 根本捏不进去 心里也在往下掉 快去切碗 这样的 来 你再扎 洗下 快速扎进去 这边准备吃碗针 这边吃碗针 快一点 它是4.0的管 嗯 吃碗针完准备好了吗 吃碗针准备好了 好 你们都是雪茄 看不见 你往里头再挑一挑 再往上 他昨天刚做的切切会这样的 来 我来 来 我来 这样行吗 没问题 他现在这个 骑切管脱管了 现在皮下机器像皮秀一样 生命紧急 必须要马上把这个插管插上 试一下气囊 快点来 气囊 吃货还行 方圆 可以 给五官可打电话 好的 阿聪 好的 准备必须理疗 好的 吓死了 这管这个他位置正好 正好 等一下 我稍微把这个 我这个管给摘进去 整整三分钟 孩子终于有救了 王主任 现在是不是行了 现在应该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刚才您看见 在我们扎针之前 它整个人像个气球一样 都膨胀起来了 如果那个时候 我们不马上给它排气 不把这个气管插管 给它插进去 可能就没了 其实您看 前后可能也就三四分钟的样子 但这个时候 其实就这一两分钟的样子 如果我们不给它进去 可能这个孩子就过不来了 现在 现在因为我们排气排得很及时 而且整个生命体征 也相对稳定下来了 像这样分秒必争的三分钟 是王全和他的急诊团队 每天工作的常态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危机状况 王全从未放弃过 任何能够拯救孩子生命的机会 他说 他永远记得 第一天认知儿科医生时 一个孩子曾经给予他的力量 让他从那个时候起 就立志做孩子生命的守护者 印象特别深就是 当时给一个三岁的小姑娘 扎针的时候 因为平时一扎针你就会跟他说 宝宝不哭啊 阿姨轻轻的 你就这么跟他说 然后突然他就说了一句 说我没哭 我只是眼睛下雨了 我当时真的就是有那种 被震撼到了感觉 因为我觉得只有孩子 他才能有这么美好的语言 才能有 就这么干净的这种想法 我当时就觉得 肝儿科真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你可以永远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 你可以永远这么干净 这么美好 正是带着这样坚定的职业选择 王全和团队 在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 留下了每年超过两万人次抢救 危急重症患儿的急诊记录 这也是依其与死神相不易的文字记录 让遭受病痛折磨的孩子 重获健康 是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王全医生的心愿 正是因为这个早已 深植于新的梦想 高中毕业时 他报考了医学院 选择了儿科专业 大学时期 面对任何知识量大 难点多的学科 王全都从不畏惧 考试成绩 每门科目几乎都是第一名 但是要成为一名 真正合格的儿科医生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这个艰辛漫长的过程中 王全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 医学院的艰苦学习 只是一个开始 来到医院后 每天接诊大量患儿 王全面对了更大的挑战 他则达起十二分的精神 迎难而上 每次接诊 王全都会对患儿的触展反应 进行仔细的观察 并与患儿家属耐心沟通 详细了解病史 再结合扎实的专业知识 做诊断 多年的时间积累 让王全成为了一名 出色的儿科医生 他练求了医学侦探班的 眼睛和技术 能为每位患儿 尽快找到病因 有个病人 他的病史吧 稍微有点 就是有点离奇 有一个人 就在这个孩子上 屁股上扎了一个针 推了一点东西进去 出现了感染的真相 到我们这儿的时候 这个孩子 浑身都是肿的 我总觉得 他这个凝血的改变 和他现在这个感染的真相 不是特别匹配 我们要去查 他那个屁股里打的是什么吧 也查不到 我当时就觉得 会不会是中毒 会不会是鼠药 王全从三岁男孩的 体征表现认为 其他医院按皮肤感染治疗 是无效的 那就一定是另有病因 王全通过问诊家长的 生活环境 和事发经过的细节 以及观察孩子的详细提征 果断选择做毒筛检验 结果显示 孩子是被注射了秀迪龙 等他离开我们这儿的时候 他都已经可以走路了 他来的时候是不能走的 走的时候 他那天一定要去一趟天安门 他爸特别多 他爸跟我说 来都来了 既然病也治好了 那就去一趟天安门吧 那孩子就是蹦蹦跳跳地 出到我们急诊楼 做儿科医生的职业经历 让王全在运用医疗手段之外 形成了自己独有的 给孩子做诊疗的方法 这个方法出人意料 就是更多地用眼睛 观察患病的孩子 在孩子的眼睛里 王全能解读到 孩子没有说出的苦楚 在孩子的眼睛里 王全能够感受到 孩子正在经受的煎熬 其实细心和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有一颗八卦之心 就是所谓的八卦之心 就是不仅仅是你在问病史上 交流的时候 我就会看着他的眼睛 去跟他说话 我就要去看他眼睛 对我的文化的反应 就有的时候 孩子的这个眼睛和慢慢 因为他 我一般跟孩子交流的时候 不管他是多大 我都一定要 就平视你的眼睛 因为我觉得只有平视的时候 他才能体现 他最真实的他自己 其实很多时候 他会跟你说出来 他怎么了 为了让自己能够准确有效地处理 急诊患儿的病情 王全从未停止过学习的脚步 他认为 要想做好儿科急诊的工作 每天能够尽全力精准地处理好 危急患儿的急救 就需要不断了解 医学前沿的科研成果 就需要不断学习 临床应用的最新方法 王全常常是带领急诊科团队 一起进行学习 哪怕是每天都会使用的 最基本的救护方法 学习上面主人要求也是很高的 因为主人开始 以前会要求我们看文献 但是大家都知道急诊 这个白班夜班 可能下班比较累 就说我回去看 但是回家可能也不看 后来主人发现这样光说不行 就要求我们必须看文献 把看的文献给大家讲 你这一周看了什么 学到了什么内容 这样的话 也是督促我们 努力地学习临床方面的专业 使我们团队 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医疗水准 因为儿科急诊医生 在急救工作中 会和不同科室有联系 所以 王全也会常常带领急诊团队的成员 针对一些重症急救的患儿病情 与其他科室进行病情分析讨论 而不断加强这种业务学习 使得王全 面对复杂突发的各种危急重症患儿的病情 都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医学质量的判定 因为医学的进步太快了 而且随着我们的这个医学的进步 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 以前我们不知道的疾病 所以你只有学习了 你才知道 原来这样是这样的疾病 你才能去帮助它 王全用自己的医学诊疗手段 结合自己独特的诊断方法 为一个又一个患儿 获得了新生 每次完成一个病例 王全都会用文字 在自己的朋友圈中 记录下这样的语言 豆豆是一个恒温肌肉流 复发后转移的小姑娘 这是第三次来急诊了 豆豆有个愿望 想过圣诞节 还有四天 豆豆的圣诞节应该会很美好 豆豆 祝你圣诞快乐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王全记不清自己已经 救治了多少重症患儿 恰恰相反 有些带着遗憾逝去的生命 他却能清晰地记起 二十多年来 他把参与过的治疗方案 进行了细致整理和深入研究 这些珍贵的医学资料 为儿科急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让无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孩子 得以重生 然而生命无常 很多患有绝症的孩子 每天都饱受病痛的折磨 对此 王全又能做些什么呢 除了日常的急救工作 王全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为 脑损伤制控行甲中心 儿童分中心 开展了一项 名为儿科临床脑死亡 医学判定的工作 这项工作 就是面对已经无法挽回的患儿 在严格的医疗程序下 可以判定为脑死亡的工作 在患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 患儿的器官将可以捐出 这也是王全在儿科急诊医学领域的 新判所 因为脑死亡规判判断 它也涉及到伦理 法律 人们等等很多的问题 它也做了很多的临床 包括科研的工作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具体合作的一些事 这个应该是在领先的 或者说是引领的 我们如果把脑死亡判定的严谨规范 我们如果把脑死亡判定的严谨规范 而且我们在这种宣传上头 能够让家长去得到认同 让社会得到认同 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器官移植事业 是有好处的 脑死亡也是死亡的概念 但更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从医疗资源上的 这个节约和保护 其实是有用的 在临床脑死亡判定的工作上 王全严谨的判定工作 会对中国危急重症患儿 获得器官捐赠 有实际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王全很喜欢笑 对着孩子笑 她说 作为一名儿科医生 她就是要来守护 这些孩子的生命 又欢笑 计划孩子的痛苦 我们问王全 在她心中 生命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 就是要珍惜生命 就一定要珍惜生命 就每一个生命 都不应该被忽视 或者是 不应该轻易地被放弃 这是心怀对孩子生命的珍惜 王全在工作中 意思不高 为什么是有时候说 王主任严厉 有时候全主任严厉 就是 如果是任何 就忽视病人 病人医疗安全的事情 那主任知道了 他是绝对是 严厉不容煞子 毫不容忍的 一切能为病人造型 就说他发火也好 他怎么样也好 他是为了病人能得到 更快的 更顺利的治疗 王全的工作 是争分夺秒的战争 与死神搏斗的战争 他用自己的医学知识 守护着患儿 他期盼着每个患儿 在得到救护后 都能快乐平安地长大 这张照片 是2019年3月 王全和一位 即将出国求学的 小姑娘的合影 照片中的姑娘 是王全 从死神手里 救下来的生命 如今 小姑娘已经准备 去海外留学 临行前要来看望 给予她第二次生命的 王全医生 那一天 王全特别开心 因为二十多年的 从医经历 王全从儿童重症科 到急诊科 看到许多生命逝去 能够在儿科医生的 帮助下 挣脱死亡 获得重生 是幸运的 这个小姑娘 给予王全的是一种力量 一种生命之光的力量 与时间赛跑 做温暖的医生 是王全不变的职业追求 静有生命 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 无数像王全这样的 优秀医务工作者 正是秉承着 这样的信条 不辞心悔 救死不上 为健康中国 补写着新的篇章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